工具人 工具人的概獎 什麼啦 嗨 大家好 我是天宇小帆 今天的思想是非常特別的 是不是 我都長高了 越來越高了 有點害怕 就是一張最長的東西的 好高喔 都贏了 喔 那我真的好膽來拍 我真的在誇張 好像有點害怕的巨貓啦 放我下來 讓我加 哈哈 今天為什麼 這個出場這麼特別 是因為我要來開箱我的 科技人工作中間 因為我一直想做這一集很久了 自從2020年的一集開始 我真的就花非常多的時間在家裡工作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一樣吧 那我覺得一天真的花非常多小時 就坐在出租前面 很多人的辦公室可能都會有一個很大的梳桌 然後很好的工作環境 可是家裡不見得有這麼大的空間 或是這麼舒適的辦公室 給你工作 那所以我那時候疫情開始 我就覺得非常困擾 因為我家之前也都沒有特別去做一個 來工作區域的規劃 長期嘛 都穿紅的關係 就覺得就是我必須 組一個工作空間 假如要有好的工作效率 你的心情一定要好 那環境一定要舒適 我等一下就會開始一個個 建造我的工作區域 那我們一起來看吧 我們第一個拜的東西呢 就是這個Backbone的椅子 人體工學衣 這一張椅子 我當時就是去了很多的家具行啊 然後有很多不同品牌的人體工學衣 那當時為什麼會看到這張 我就是一個一個試坐嘛 就是假如說有想要買人體工學衣的人 記得一定要去試坐 因為每張椅子都不見得就是適合每一個人 一定要試坐 就像我這一張是Backbone的夾格童 這一張適合我 但是一見的適合每一個人 那我自己是覺得這一張真的很舒服 就是它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調整 就是頭髮啊 有沒有 頭髮這裡可以調整 然後上下也可以調整 那它的那個 高低當然是最基本的 可愛 然後呢 真的可以往後傾斜 然後真的超舒服的 這樣子這樣子 都感覺到快睡著 好 然後它這個 非常多的東西可以做調整 對啊 還有最厲害最厲害的是這個 腰背的部分 它可以拉到你腰的位置 然後 鎖緊 OK 鎖緊之後這個腰就會有很強大的支撐 那這個頸部的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 它這裡也都是合理做調整 趕到我身高之後就是非常舒服 讓它做起來就是 每一個點都支撐到了 好 這個椅子呢 我自己是覺得是一定超高 因為我看了很多 然後 我也有看過那個很貴的品牌 學工業設計 或是做工業設計的人一定都聽過 Herman Miller 他們家的椅子得過非常非常多的獎 那這張椅子的話咧 它的售價大塊是來五萬多塊一張椅子 所以它是一個算是很頂尖的椅子 那 至於適不適合你 真的就是看人 有些人就是做過的時候 就會覺得 喔這是超級超級值得多隻的 那我自己呢 就是覺得沒有 就是沒有那個預算到買一張那一公圈 就贏花到五萬多塊 所以 我的預算就是大概在一兩萬左右 那這張椅子辦公 他們不僅僅是設計非常非常好看 非常符合我自己的審美 那我自己因為是設計師嘛 我也是非常的講求造型跟外觀 當然你進來要花錢買人體公圈而已 你一定也要有一個好的設計在人體公圈上面 那為什麼我會選擇BATBON這家的椅子呢 是因為我知道BATBON他們 有三十多年的代工經驗 都是幫歐美那些國家的一些品牌做代工 那現在的話 他們就是自己做了一個設計部門來做一下設計品牌 那我自己覺得他們不僅僅設計好看 就是以工業設計的角度來看 你就可以覺得說他們的設計啊 無線啊 都非常的漂亮 然後再加上他們工人面來講 什麼都非常的齊全 那我自己是覺得做起來 這椅子真的而出了 我帶回家留第一線吧 然後我完結後我爸 就是也坐了這條椅子 他說喔好舒服喔 真的就是連椅子都可以給我爸稱讚 那一定不差 那我想說這椅子呢 可能適合我 但不一定適合所有人 那BATBON他們有非常非常多的椅子款式 當然也有更便宜的 然後也有更貴的 那我自己這款好像是一萬兩千多吧 那我到時候會附上連結 會在下方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是可以點進去 然後開放我的網站看 然後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到他們的現場 做一個試做的動作 那他們的命名方式都非常特別 那這一款的話 就是甲殼蟲 然後他們有其他的 叫做Wheel啊 鯨魚啊 然後還有什麼Piccone 就是那個孔雀 那還有什麼 Canderoom啊 我忘記了 反正好像有袋鼠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動物來命名 對 代表說他們有非常多的椅子款式啊 再來我們去看這張桌子啊 桌子也是重點吧 我買完這張椅子之後 我真的就是愛上他們家的家具 因為不僅僅好看 然後我一直一直都還想買生長座 為什麼我覺得生長座很讚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之前是站在客廳山工作 客廳山真的是一個 就是有超級多的科技公司 非常多的style 當時我在那邊工作的時候 也是看過很多人的office啊 因為我都會去visit 就是Facebook啊 Google啊 然後Uber啊 Trader啊 還有什麼 What up啊 Intrist啊 這些大公司大家都聽過的 然後我舞蹈的時候 誒我可能去不開始玩 我就會在那個店頭 去他們公司的 他們到處都是從我咖啡廳的感覺 所以我就是可以expand up 來一整個下午 就在那邊跟他們聊天 然後一邊工作一邊聊天 然後聽他們分享一些科技業的 呃 心得 因為我那時候是要轉職 我是從飯店的室內設計 轉到UYUS 界面設計吧 那有機會的話 我在做一個影片 跟大家分享我的轉職 進入歷程這樣子 當時啊 因為身邊非常多的科技人朋友 那那時候我也是很常去 visit就是美國的科技公司 然後我看到非常多的辦公室 他們都會有升降座 都會有雙螢幕指甲 然後你會有人體工學衣 這三樣東西算是基本配備 就是科技公司基本配備 升降座這東西 在台灣其實比較少見 但是在美國啊 這些科技公司 這都是超基本的 那為什麼要做一個升降座 其實它的好處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是 因為我們久坐 其實是對身體非常不好的 我之前曾經看過一個報導 就是說你久坐的時候 會造成你腦部穴樣啊 然後你會就是 有一點點的 嗯 影響到你的心情 你會覺得悶 會覺得想睡 然後久而久之呢 你就會覺得 沒有辦法轉職了 那我覺得非常好 分享過的一個優點 就是你當你久坐 你想要調整姿勢的時候 你就可以 站著工作一陣子 你當一直坐著 可是會造成血液群很不好的 當你坐久之後 那你可以不要換姿勢 不要想說站著很累 因為你坐久了 很累 我相信 坐在辦公室的人都知道 你坐久了 會想要站著走一走啊 可是你有時候會覺得 我走一走 或者是怎麼樣的 你就會浪費了非常多時間 就沒有辦法在 時間內哪次都做完 所以你想要站著工作 但是坐著不夠高 關鍵面有辦法繼續 那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站著工作 其實站著工作就是 非常的好 我自己是覺得就是可以 focus 然後再加上 你這樣子的話 你的血液就可以往下流 那這樣子 一直調整姿勢 其實你對你的脊椎啊 對你的腰椎啊 脖子啊 其實都是幫助非常的大 那為什麼我會蠻注重的一點 因為我以前工作的時候 曾經有的是很嚴重頭痛 因為我以前的很少很少頭痛 但那一次特別嚴重 剛開始以為是感冒 所以我就吃一些感冒藥 那時候在美國 就是點到我去看醫生什麼 我就吃那種二小藥 哼啊疼啊類似的一種 我就直接吃了那個頭痛藥 結果過一個禮拜沒好 過兩個禮拜還是沒好 後來我就去看醫生了 看醫生發了好像 六頭多台幣吧 然後他開給我 所以想說不是感冒 我發現應該是偏頭痛 那偏頭痛跟頭痛 就是感冒的頭痛 那時候就開一個偏頭痛的藥 那個藥特別特別不會 然後保險還沒有靠 然後我後來拿了一天 到我回家吃了一個禮拜 還是沒有效 完全就是一直頭痛 然後我真的是嚇到了 那我第四個禮拜 我就想說到底是什麼東西 造成我頭痛 因為我的這個頸部一直很兇痛 我就上了爬尾 怎麼可能性會造成頭痛 後來才發現 原來就是因為一直坐在病房前面 然後造成這個壓過道神經 為什麼我後來知道呢 因為我就去圈奈奈奈 找了一家按摩的 推拿的店 然後我就請他幫我按摩了 一個小時 結果我按摩完之後 走出那個按摩店的那一差 那我的頭痛就好了 我就想說 那我之前吃了那麼多藥 在看嗎 所以我就從那次開始 我就知道說 這個壓迫到神經 會對身體造成怎麼樣傷害 所以就是大家也可以注意 就是盡可能的不要 就是做得不動的話 會壓迫到神經 壓迫到神經 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嚴重的事情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 我的這個工作序 有哪些東西吧 這邊 我自己啦 就是 我自己現在 書桌上面是有三台電腦 那這台電腦是公司的電腦 所以我選擇MacBook Pro 然後這一台的話 是我自己休閒旅月用的 MacBook 13順 那這裡還有一台PC勒 是我用來剪片用的 嗯 我目前還比較習慣 就是剪片用PC剪 但是之後我拿了那個 因為我們公司又申請了一台 MacBook Pro 16吋的那個M1晶片 我覺得那一台的話 可能就跑得動 那到我兩台螢幕吧 就是兩台螢幕 它們是沒有平的 一般都是都有平的 然後都會長尾塞 那為什麼我要 運這個雙螢幕指甲 就是這裡有個指甲用起來 在這個指甲上面之後 然後它可以carry 這兩個螢幕 那這個螢幕這樣子的話 為什麼我要雙螢幕指甲 其實國外也都有人在用這個方向的指甲 因為它會提升你非常多的工作效果 有的時候 你可能做一件事情 那你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小時候你的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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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看螢幕 你是不是就要跳出來這個事情 然後 你要一直點那個TAB 那你這個時候 其實你都會浪費了幾秒鐘的時間 幾秒鐘的時間 真的會就是 讓你的 computation 就是要讓你的專注力下降 那 中螢幕的話 你就可以說 假如說你今天要是來的開著 或是Gmail開著 那你是不是 一個螢幕就是可以拍著那種 會動的 就是在 是密尼 敲密的時候 你可以密尼看見 然後這時候的話 你雙螢幕的話 其實是提高 真的是提高 你的工作效果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非常的依賴 我必須要用到 你的螢幕 因為 我才能覺得 就是 可以轉型轉組 那雙螢幕還有一個好處 它不僅僅就是工作用途嘛 那 休閒娛樂也是啊 你可以一邊看Netflix 你也可以一邊做事情 像是我可以一邊 shopping啊 逛逛拍啊 然後一邊看Netflix 對不對 那你也可以一邊看盤 看比特幣 看心靈魂的流動 然後呢 一邊逛 一邊逛逛逛逛逛 強迫啊 強迫廣告 好 那這雙螢幕之下 也是在送的 我還有其他的東西 就是 他們呢 非常多的配備 那這雙螢幕之下 唯一一個小缺點呢 就是 他們的那個 螢幕的幅庫 是沒有辦法動的 因為原本 都是價量的 所以我會希望 左邊的螢幕可以 偏斜 就是至少轉個25度角 這樣我就會在正中間 然後右邊的話 就是往這邊 順時針 就是25度角 這邊的話 就是逆時針的25度角 這樣子的話 我就會包覆在正中間 就是說這個也可以調角度這樣子 但是Backbone的 它其實這個沒有辦法調到角度 但是沒關係啊 其實就插在一個腳件 所以希望就Backbone之後 他們也會做一個 配件啊 可以把這個腳件 架進去 的話 我覺得這個雙螢幕之下 就完美了 那再來看到螢幕上面 螢幕的話 其實我就是拿我以前 舊的螢幕來做的使用 這邊有一大一小 其實也不一樣大 但我覺得無所謂 當然啊 就是一樣的螢幕 其實這樣子 看起來也不會有色差 然後也會比較舒適 那因為我就覺得 我既然已經有螢幕 我就不要讓貝姐 再去買這個螢幕這樣 那這裡有看到這個東西 其實是非常棒的 嗯 那我有裝這個就是 螢幕燈 為什麼要裝螢幕燈 就是說 你在看螢幕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燈光是不太足的 就是說你工作區域的空間 你可能沒有中台燈啊 或什麼的 就是你可能會缺少一點燈 那這樣子對你眼睛傷害 就是蠻大的 我覺得 自從裝了這個螢幕燈之後 然後我的眼睛就並沒有像以前一樣 那麼疲勒 大家會想說 工作區域一定都是長時間在工作吧 就都盯著螢幕燈 其實是非常商店性的 那我就是幫他補齊這個 所需的燈光燈 讓他這個是 呃 無限的他可以 就是開亮開暗 那這一款的話 就是小米等等 我第一次買小米的東西 但是我非常愉快的原因呢 是因為CV值報告 這個東西也付到一千塊 他們寄送呢 真的俊快 俊快了 就是我下鏡就一定到 然後 剛開始我有 考慮BenQ的 就是BenQ最近的那個 螢幕燈也是蠻夯的 那我也有打算要購買 就是BenQ的燈 就是掛來 反正因為我有兩個螢幕嘛 所以就是掛兩邊這樣子 那因為我 我還沒有去購買 所以今天展示的呢 就只有那個 小米的燈給大家多參考 我自己是覺得 就是以小知足來說 可能遇上有限啊 你可能都可以 先拜真的小米 因為小米我覺得 她的質感很棒 而且她這個 控制這個燈光啊 都是無限的 就這個小東西 這樣轉轉轉 而且重點進場去看 那 我現在就是 插另外一邊的啦 我 可能到時候 會把它補齊 我之前拍Ager story 就是很多人問我 這個聲量多啊 人體工學椅啊 還有眼尖的 從舊就是 問我 說 這就是說你這個音場好好看喔 這是什麼材質的 OK 我的影響是Masho的 Masho就是真的很好看 但是 以音質來說 我跟你講就是 還行吧 就是沒有到非常的驚人這樣子 但是我自己是很喜歡 而且我買一個其實很多年 我之前在美國買的 然後我回台灣還把它帶回來這樣子 然後再來介紹這個 黑科技產品 就是一個快充頭 這快充頭有多厲害 就是完全取代掉 我原本提過原廠的 為什麼 因為這一顆你所有 一顆底我這個 小顆的豆豬頭啊 然後還有大顆的充電頭啊 這個嗎 這一顆有三個孔 有USB的孔 跟兩個Type-C 那他們都是快充 這一顆的數據 多厲害 他是 105W的淡化家 他充電超級神速的 因為我不是一個人喜歡整個人 因為很急性子嘛 他覺得我充電都想要充很快 像手機啊什麼的 那這個的話 嗯 一顆底裸殼 然後非常的輕易 也非常的小 嗯 那我自己實測 充iPhone的話 是從9%到59% 僅僅花了27分鐘 我就充到59% 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然後 真的要感受非常的明顯 所以我才會就是這麼大會 這個黑科技產品 那這個黑科技產品的話 就是 OneMore他們提供的 那非常的好用 所以也是推薦給大家 那再來的話 很多人會注意到 這閃閃發亮的鍵盤跟滑鼠吧 我自己 就是 會買這個鍵盤滑鼠 是真的 我們試過了非常多的鍵盤滑鼠 這個 敲打起來的感覺 特地的 就是一個很爽的感覺 你知道嗎 真的超級喜歡的人 真的是 他的鍵盤 他的滑鼠也是我用過 真的超級很好用的 雖然說 我自己有買過的那一種 Google的滑鼠 他也是非常的知名 就是非常適合一些自己的設計師啊 那我自己的話 這個 這個他讓他厲害的地方 只是說這一顆滑鼠 就是沒有 這麼常在用 那 我自己的話 偏愛瑞瑟的產品 他們就是按起來 特別厲害的 那個聲音 非常的清純 然後再加上 他這個五顏六色啊 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歡五顏六色 比較會打遊戲的時候 非常喜歡這個 電競產品 不是一個就是 花非常多時間打遊戲的人 因為沒有時間 但大學開始吧 就是一有時間啊 有一點點顯時間的時候 就是會跟朋友一起打 VOL 就是VOL 那我自己也有在打 字幕很爛 那這個的話 可以看得到 我真的很愛瑞瑞的產品 像他們的 鍵盤 滑鼠 還有他們的 滑鼠墊 都是他們家的 他的滑鼠墊 我自己也是覺得超好看 就是一個木頭的胸桌 配上一個這個 黑色的滑鼠墊 不錯耶 這些東西都是我用過的感覺 非常有質感 跟高CP的 才會想要推薦誰啊 這樣 那我自己是非常的 享受 就是在這個區域 工作 往後呢 我也會一直持續的使用 我們這個工作區域 像這些 呃 升降桌啊 來臉都可以別啦 其實都是 我自己 但他們的那個 安裝流程的東西 非常厲害 好啦 今天的科技人開箱就到這裡 我介紹了非常多 我覺得非常好用的產品 那大家聊說 看到任何一個 喜歡的產品的話 就是可以到我的連結下 上去找那個 他們的網址 那我都會貼在下面 那 Backbone 的話 它有一個折扣嘛 想說你們對 Backbone 的產品 像是這個 人體工學椅啊 或者是升降桌啊 或者是雙螢幕支架啊 有興趣的話對不對 你就可以用我的折扣嘛 那 呃 我自己是不會得到 U-Credits 但是就是分享給你們 因為Backbone 其實在外面 是不打折的 我當時買的時候也沒有打折的 我還問老闆說 欸 可不可以折扣 他就說 Backbone 都不會讓他們打折 所以就這樣去 然後你就不要給你打折 這樣子 所以我分享這個折扣嘛 是就是我跟Backbone 他們要到的 所以就分享給你們 有興趣的話 就用那個碼 可以多少 帶給你們一個折扣 那在這邊祝大家新年快樂啦 2022年 希望疫情趕快過 然後越來越好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